厕所革命大获成功 国家统计局在线打脸 过于高估自身实力 暴露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 近日 印度领袖称 印度的厕所革命 在短短五年内建造了一亿多个厕所 让99%的农村民众终于能够用上厕所 厕所革命似乎大获成功 大部分印度人终于能用上厕所了吗 但是这一结果却遭到了专家的质疑 此外 据英媒透露 印度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 只有71.3%的农村民众受访家庭表示 能用上厕所 报告强调 一些邦的情况更加糟糕 比如奥里萨邦 有超过一半的家庭没有厕所 不过比以前的厕所覆盖率 还是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印度当局的另一份报告 却表示 印度农村厕所的覆盖率 已经超过了95% 与统计局有很大的出入 随着事情逐渐发酵 统计局上属部门 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 还有饮用水和卫生部门 迫于压力赶紧出来灭火撑 这个调查可能局限性 导致对卫生设施覆盖率 严重低估 这也暴露了印度的 一个严重现实问题 过于纠结在纸面数字上 做文章而忽视真实情况 在经济领域 近日印度声称 其GDP增速已经超过了中国 位居世界第一 世界的经济需要印度引领 但是今年印度GDP增速 严重放缓 第二季度经济增速 下降到只有5% 不仅增速放缓 其GDP水分也很大 首先印度经常改变GDP统计方法 并且连牛羊粪都折合成肥料 甚至灰色收入 都计算在GDP里 但是这种餐水的GDP 难以给决策者带来参考数据 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尤其是在军事上 这种过于高估自身实力的 操操作也很常见 比如最近印度炒得很火的 AMCA国产五代机计划 就连印度陆军特种部队老将 都公开提出批评 有人会相信印度会造出五代机吗 此外 早就应该服役的 印度手缩国产航母还在水里泡着的时候 却还想着建造新的航母 最近更是有个奇葩事 有印度媒体报道 英海军寻求驻扎卡塔尔的新闻 但新闻封面 竟是中国手缩国产航母的照片 甚至还批了个印度国旗 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印度航母造出来了 很显然 印度一直过于高估自身实力 才会总是出现这种 2020年成为超级大国 5万亿项目标等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在外界看来 这都是印度人的自嗨而已 第1章 第2章 第3章